大家好,我是Zini庄,硅谷居商,房产专家,居家和商业地产都可以找我哦 都说美国房产维护保养的好,到底保养些什么呢? 关于漏水,利用水泄漏检测系统定期的检测房屋,也可以实时的监测房屋的湿度 如果漏水会发现的很快,不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老化的下水道 购买时呢,有了解下水道的使用年限,以便在适当的时候维修繁星 老化的下水道,以及不及时的修理的话,会带来较大的麻烦和更多的维修费用 关于朽木和白蚁 在一些气候温润的区域,木植房子很容易腐朽 如果房子出现了白蚁,最好请专业的储存公司 院子里的小麻烦 院子属于房主私人的土地,出了问题肯定要房主自己解决 例如,房檐下有马蜂窝,邻居向城市管理不申请移除 那么就会有人来这里对这个马蜂窝进行评估 如果呢,确实危害了周围邻居的安全,就要被移除 如果房主请消防队员来摘除的话,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关于草坪,通常各地区域的草坪呢,高度都是有规定的 一旦超过了,就会收到政府发来的整改通知 收到通知之后呢,要及时的修剪草坪 如果两次通知房主都不起作用的话,那就要收到罚单咯 房屋保险 房子和所有的日用品一样,有人住就会有耗损 所以呢,除了日常,还有及时的小修补以外呢 购买房屋保险也是非常重要的,甚至可以说是不可少的 关于HOA,以上说的都是自己土地的独栋的连排房屋 如果呢,是公寓住宅,则要看HOA具体如何规定了 所以买房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地阅读HOA手册 搞清楚物业维修的范畴哦